近年来很多人喜欢到台南玩 有骨鸡也有美食 而台南市更进一步成立了 创意跟产业媒合沟通平台 跨部会的整合要协助 在地业者发展具有台南特色的文创产业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古都的美 拥有悠久历史的台南市 今天成立创意与产业媒合沟通平台 希望透过产观学界等跨部会的整合 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 既然台南市是台湾第一个城市 是台湾的文化首都 那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观光的用途而已 那应该把它成为一个产业 就是文化创意产业 正向计划由文化局与金发局一起推动 透过一食品移用品的概念 将芒果咖啡兰花等 融合台南在地文化 设计出具有台南特色的文创商品 政府是会把整合跨局处来协助他们行销 我们重要的台南市所举办的一个活动 都会搭配我们的文创商品的行销 将古迹文化化为产值 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台南市 拼光光的同时 也要让更多人看见台南特有的文化特色 联合报系吴淑林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